单单拍印针出关大计 其实当时啊 关外的老的世家大臣旗主们啊 其实啊也多少读懂了一点 很多人就认为啊 这康熙皇帝的接班人 那肯定就是这位四阿哥 雍亲王印针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在咱们今天开书之前啊 我先得跟您交代一下 今天咱们这段书的主人公啊 说的是雍正皇帝 说雍正皇帝啊 无非是为九王夺敌 做铺垫 说实话啊 咱们现在说九王夺敌 我心里有点犹豫 因为咱们这一个月以来啊 咱们一直在说 这清代的后宫 从顺治讲到了康熙 我本来是想 做一个清代后妃的系列 聊一聊清代皇宫当中的 皇后妃子老太后们 可是中间呢 要是插进九子夺敌 那就不是一个 纯粹的后妃系列了 那就变成了一个 清代宫为故事的系列 所以说啊 在这评论区留言里啊 您得告诉我一声 您要是喜欢啊 咱们就坐下去 您要是不喜欢呢 咱们也得做两期 因为咱们得把雍正皇帝 继位的合法书和篡位书 分别掰开了讲一下 咱们这个互动啊 不妨从现在就开始 您看啊 这是一选题板 您猜猜啊 今儿咱们是先讲 这个合法继位书 还是讲这个篡位书 所以说在这两期当中啊 我也希望您多给我留言 我这个频道的走向 您说了算 您说是聊后妃 咱就聊后妃 您说接着聊九子夺敌 咱就接着聊九子夺敌 得嘞 答案开始公布啊 我肯定是和别人不一样 咱们今天呀 先讲这 合法继位书 那我想这会儿就有人说了 那聊这雍正皇帝的 合法继位书 还用你聊吗 买本这大义绝密录 你瞧瞧 那本书啊 是雍正皇帝主持编写的 那里边写的 全是康熙皇帝驾崩前后 雍正皇帝的合法继位书 您瞧喂 您把我想简单了吧 那些个俗渣啊 咱都不打 我呀单找出一条线 给您捋一捋 康熙47年木兰秋显的时候 太子应仍被废 正式拉开了九子夺敌的序幕 今儿咱们捋这条线啊 咱们放着前边不聊 咱们从康熙60年开始 康熙60年的时候啊 这康熙皇帝 已经在位一个甲子了 姚抗古今呢 上至姚顺宇汤文武 中国的皇帝啊 可谓是有口碑好的 也有那个人人骂街的 能在位60年的 还一个没有 他是独一份 举国上下做准备啊 都是为了迎接 康熙皇帝在位60年的大庆 就在康熙60年的征月 这皇帝就琢磨了 我做皇帝啊 光是这个普天同庆还不够 我呀还得去这关外的 昭陵福陵永陵 去那祖族的坟上啊 告辑一下祖先 让这祖族们都知道啊 他们这个后代儿孙 爱寻觉罗的悬业呀 这皇上干的不错 你想啊 康熙皇帝八岁登基 那晚啊 也六七八了 这老头不能自个儿 叮叮叮的跑到关外头去 祭祖去呀 在这左传当中啊 有这么一句话 叫国之大事再四与戎 这皇帝不能亲力亲为啊 就得找一个自个儿信任的人去 谁呀 这个人啊 就是当时的雍亲王 四阿哥 印真 就在60年的征月 康熙皇帝颁下一职 命皇四子雍亲王印真 皇十二子 贝子印桃 世子洪生 以预计60年 告辑永灵 福灵 昭灵 您想去吧 康熙登基一甲子60年 这么大的告辑先祖的活动啊 他非等一般啊 派遣雍亲王主持大祭 在这里边能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吗 这会儿的康熙 他不派遣 支持皇十四子印提的八阿哥印四 九阿哥印堂 十阿哥印额 还有啊 就是那个三皇子印旨 单单派印真出官大祭 其实当时啊 官外的老的世家大臣 其主们啊 其实啊 也多少读懂了一点 很多人就认为啊 这康熙皇帝的接班人 那肯定就是这位四阿哥 雍亲王印真 这是今天咱们捋的这条线的第一点证兆 雍正合法继位的第二条证兆啊 紧跟着就来了 60年的三月份 那会儿啊 这出官祭祀的印真 可能啊 还没有回京呢 康熙皇帝 要离印真为伺的这点小心思啊 被一个人啊 揣测出来了 说到这人呢 了不得了 大大的有名啊 这就是当年那个废太子的师父 王善 据青史稿记载 大学士王善 密奏请建储 致氏 监察御史 陶仪 任平 范长发等人 曾书请建储 帝不悦 并善 妾则之 诸王大臣奏请 致大学士王善罪 帝赦不至 这上面说呀 这大学士王善 联合了监察御史 陶仪 任平 范长发 一块就给皇上上密折 说应该立这雍亲王 印针 为太子 这皇上就不高兴了 皇上跟这王善说呀 这是我们家里的事 你管着管不着啊 这诸王大臣啊 一看皇上这意思呢 就连明向皇上禀奏啊 说应该治他们的罪 皇上说呀 他们也是好心 呲的呲的就得了 这罪就不用治了 有人说对呀 你看这皇上根本就没想过 要立这个雍亲王 为太子吧 不对 这会儿啊 这西北正在打仗 谁在西北带兵呢 那就是皇上的十四儿子 亲命抚远大将军 印提 这印提呀 在青海平叛 手里握着二十万重兵 若是这老十四印提 没有夺敌之心呢 那一切都好办了 他在外边是该打仗打仗 北京城里啊 是该立太子立太子 可是这会儿老皇帝呀 他不确定在外领兵 印提的心思 一旦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 提早公布这个消息出去呀 那很有可能就会引发兵变 接下来的第三和第四个证兆 就和这亲命抚远大将军 印提有关了 看似在外评判的老十四啊 手里攥着二十万大军 可是就在康熙六十年五月的时候 命抚远大将军印提 一驻甘州 以年庚瑶总督四川陕西 色尔图四川巡抚 我想啊这年庚瑶是谁的人 大伙肯定知道 这皇上啊 一下子就用粮草补给这把大锁 锁住了大将军印提的脖子 这些呀是正诏之三 这正诏之四呢 在乾隆六十一年的四月 亲命抚远大将军 回京述职 述完职以后啊 这皇帝就跟这老十四说 这前方啊 军务紧要 你啊 还是得赶紧回到这个甘肃青海去 说实在 这老十四愿意走吗 他不愿意走啊 眼看着这康熙皇帝啊 那会儿已然病了 父亲呢 一天比一天老 大县的日子 可能就在眼前 一旦呢 康熙皇帝崩世 那自己远在青海 鞭长莫及呀这个 可是皇上那儿呢 没有回旋的遗地 执意啊 让他回到青海军前 皇上啊 是知道自己身体的情况的 他不愿意在最后的时刻呀 把这有野心的十四皇子 留在自己的身旁 不但如此啊 就在六十一年的十月 康熙皇帝下旨 命雍亲王印针 率领红生 严信 孙扎其 龙可多 扎比纳 乌尔泰 查阅 京师 通州苍翱 那么这道旨意 又意在何为呢 皇上让这些王公大臣 一同和四阿个印针 去视察通州仓 意思很明显 是透露给八阿个十四阿个一党 一个重要的信息 就是虽然十四阿个在外 手握重兵 但是后勤补给这条命脉 还是钻在朝里的四阿个手中 青史稿记载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 帝不遇 驻必畅春元 命皇四子印针 功代祭天 这就是第五条正照 康熙六十一年的十一月 康熙皇帝不遇了 呃 不是不遇不遇啊 这个不遇啊 是说重病了的意思 在哪病倒了呀 就在畅春元当中 于是他就命皇四子印针 到天坛替他去祭天 您看啊这回啊 他又没选择其他人 选择了自己的四儿子 自个的父亲病的这么重啊 实际上这雍亲王他不愿意去 这老皇上就说呀 你还是得去 祭天是大事 你不但要去 并且呀还要十分虔诚 在祭天的前后这几天里啊 你要摘戒沐浴在天坛 这样啊 才显着咱们爷们祭祀天地的新城 那爸爸都说了 这雍亲王也没有办法就去了呀 就是因为雍亲王主持这次祭祀 所以才错过了自己父亲驾崩 没赶上宣读遗诏 其实呢 这也正是有意 康熙皇帝让印针避嫌 老王驾崩以后 九门提度龙克多 在畅春元宣读大秦皇帝遗诏 当时在场的呀 有黄三子印旨 黄八子印四 黄九子印堂 黄十子印额 等印针赶到的时候啊 这遗诏已然宣读完了 宣读遗诏的时候 雍亲王不再唱春元 应该是老皇帝有意安排的 就是让大伙都看看呀 这雍亲王没有时间和机会 在这件事上做手脚 咱们还是那句话 您要想看雍正是合法继位的所有证据呀 那您就找一本啊 大一绝密录一看 那上边啊 全是向着雍正说的 爱骂街的朋友啊 这会肯定就该说了 你瞧你这份舔雍正劲的 没理较三分的说雍正是正常继位 哎 您瞧啊 那我就是这么的耿直 就是这么的大度 您今儿骂完不算完啊 明儿再给您一机会 明儿啊 咱们讲这关于雍正 篡位一说的种种证据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刘石 喜欢我的频道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 您记准了啊 只要您长按点赞啊 咱们是明天准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